有鉴于老年独居人口持续增加 林口区公所特别跟区内多间便当店结合 推动了幸福便当店计划 让行动不便或是没有办法自行吹煮的长辈 能在家附近就近取餐 除了每一餐能够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也可以得到更完善的照顾与关怀 林口区公所与多位里长共同访试 降内若是独居长者 在评估长者各项条件皆不适合 或无力自行吹煮后 给予长者住处相近的便当店进行接洽 让长者能就近取餐或用餐 公所在意长者取餐情况每月与便当店结算费用 林口区公所为了服务更多 遭逢变故的一个弱势长者 让不方便自行吹煮的一个弱势长辈 能够吃到热腾腾的一个饭菜 特别与多位里长 以及我们区内的多家便当店来结合 一起来推动我们幸福便当店的一个计划 让弱势长者能够就近取餐 也让长辈能够得到更完善的关怀以及照顾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心到老人家本身的健康状况 如果来不接便当还是什么 我们便当店就会随时把我们通知 去注意到老人这边需要有什么协助 临口里里长苏夏宗表示 洽谈合作的便当店除提供长者餐点外 也可以每日协助观察长者的身体状况 长者若未如期取餐或取餐时身体有异状 可以随时通知里长或公所 让便当店也成为社会关怀网络的重要一环 里长对公所推出的计划给予赞赏与肯定 这个便当店的关怀网络真的是真的赞 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叶理事长的赛款 让我们这个幸福便当店计划可以顺利推动 那本案的推动也让叶理事长的赛款 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 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笔赛款 来帮助更多而有燃美之际的一个弱势长者 也让我们社会更加温馨和谐 林口区公所民政客长表示 目前已与多位长者及便当店没合完成 这项计划案的推动 也让叶德胜理事长一爱人间的赛款 发挥最大的效益 希望借由这笔赛款的抛砖引玉 让更多善心人士跟进 共同来推动幸福便当店计划 帮助更多弱势长者 让社会更加温馨和谐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